夸父追日 到一定的时间就沉下去了 老百姓不断地祈祷 希望太阳能放慢脚步 让白天长一些 以便多干一点活 夸父知道后 决定为老百姓解决难题 有一天 他站在高纲上向太阳呼喊 太阳神啊 老百姓都希望您在空中 多照耀一些时候 因为他们要到田里收割 还要把猎物晒成干肉 他们闲干活的时间不够长 您就帮帮他们吧 可是太阳依旧 在天上不停地奔跑 还用鞭子抽打着拉车的龙 让他们跑得更快些 夸父气愤地说 太阳神啊 难道你不能给人们行点方便吗 太阳的态度十分恶劣 他说 我是天地派来的 该快该慢用不着你管 还不快些走开 说着 太阳的车子从夸父的头上越过去 夸父气急了 在后面边追边喊 你这个无情的家伙 我发誓一定把你追回来 夸父撒开大步 拼命地追上去 他跨过河流 越过森林 慢慢地接近太阳 他开始感到口渴 喉咙像是要冒烟一样 但他仍然不停地追赶 他渴得无法忍受 于是跑到黄河去喝水 他一口气把黄河的水喝干了 还是不能止渴 他决定到北海去喝个痛快 可是在途中倒了下来 他不断地呻吟着水水 声音越来越微弱 不久就渴死了 夸父死后 手中的木杖掉在地上 变成一片生机蓬勃的森林 太阳从空中俯视这悲壮的情景 心里震动万分 不由地放慢脚步 白天的时间因此长了些 从此 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劳动 收获也就更丰富了 人们永远记得 这位舍己为人的大英雄 夸父 不过三年 不过三年 又不过三年 被捐出了 人们有更多的时间 不过三年 公正的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